我個人去高雄的感想跟懺悔 懺悔 我去高雄很多次 但是我想我慢慢意識到 其實我們去高雄 很多次都是出差 恰功 偶爾跟同學聚會 這一次因為我是帶著我的美國家人 他們是韓粉 我自己又覺得說 我二月既然要答應做人家的大事 那所謂大事我也不是像五月天阿信這種 阿信迷你懂是嗎 這個叫 就文憲迷 阿信剛出道的時候我也幫他站台 現在人家已經完全不需要我站台 我還需要他站台 這就是世界風水的流轉這樣子 那我要講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我看到韓國瑜的一些施政目標 比如說什麼太平島啦 馬場 這個都要中央點頭 而且他執行的會很遠 那當地會選他的原因 其實是有急迫的經濟蕭條 那他們的住房率呢 有的甚至只有兩成 那現在就增加到三成而已 那我因為聽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去幾個飯店 然後我就打開來 然後就會看到高雄港 你知道那麼好的一個深水港 我1998年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最常去高雄 那時候我還在從事正式工作 那我看到那個高雄港 那個船的牌一整排 然後我後來又常常因為工作的關係去香港 香港呢 他都是很小的船 然後也排一整排 那我那天看的時候那個很深水的高雄港 最好的 亞洲最好的深水港 高雄港 他就只有幾艘大輪船這樣 那我就開始深思很多事情 還有呢 因為我的舅舅他是一個很會做管理生意的人 然後他就一直想要幫忙 可是他沿路就一直罵一直罵說 這個空氣這個樣子怎麼發展 我都一直講一講 後來我就說shut up 我就要不要講 我跟他講的是什麼 我說我告訴你 包括你在內 我們所有的人都欠高雄的一份情 當時的十大建設 我們把煉油發展鋼鐵中鋼 然後造成 那個東西不是真正的污染 石化全部都留在了高雄 而那個時刻我們台灣沒有做高科技的能力 台灣只有做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能力 所以呢 那個階段由於高雄港的優勢 你鋼鐵要從那裡出去嘛 你煉油的船要從那裡進來 所以高雄就成了台灣支撐經濟裡頭 最承擔核心重要角色的 然後也把污染留給當地 至今不能夠解決 而且也不可能解決 也就是短時間裡頭根本找不到解決的方法 因為你真的把這些產業通通都撤光 高雄就全空了這樣 高雄的其他的像軟體園區等等 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很大的原因也跟空氣不好有關 這跟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成科學園區 南科 中科 尤其是新竹科學園區 他們是非常高附加價值的 除了土地可能造成的污染之外 它的空氣沒有問題 它的很多員工是有非常高的收入 當地就有很高的消費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剛剛講這幾個中工業 在台灣貧窮的時刻 它支撐起了台灣的經濟 但是它的高附加價值 跟高科技是完全不能夠比的 所以老百姓在當地的社會 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但它的確養活了一大批人 這個是整個高雄市的所有的背景 更是台灣經濟最大的一個縮影 而這不只是台灣經濟的縮影 我們所有的人已經忘記了 我們的經濟是怎麼走過來 然後在走過來的過程裡頭 我們留給了高雄什麼 留給高雄至今老百姓 他呼吸的空氣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 我看到這個情況裡頭 我必須先說一句話 我自己 我跟我已經跑去美國 在那個地方創業的舅舅說 你也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 1970到80 我們所有台灣人都欠高雄一份情 去幫一點高雄人就應該下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高雄港我剛剛特別提到 高雄港在1998年的時候 全世界排名第三的港口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天然的深水港 那我幫觀眾朋友說一下 什麼叫做深水港 像香港不是深水港 像深郡的港口也不是深水港 你們知道嗎 今天要從美國 或是其他地方 要進到亞洲來的 他們都要先到新加坡深水港 從新加坡再換成小一點的 中的輪船 然後再換到香港來 所以它是這樣一換再換這樣 所以那個時刻 中國大陸 第一個它經濟沒有崛起 第二這樣一個成本太高 所以他們非常希望能夠三通 三通以後的直航 不是我們今天去 太北松山機場 或是台北桃園機場 或是哪一個小港機場 坐飛機到中國大陸去觀光的理由 最重要他們最期待的三通 其實是高雄深水港 因為它可以節省很大的航運成本 航運成本在一個鋼鐵的 所有的外銷裡頭 跟製作成本裡頭 是最大最大的成本 因為你想看鋼有多重 鍊也有是最大的一個成本 如果那個時候高雄 可以同意直航的話 那從高雄這個地方 很多貨物來這裡 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輸出 到上海去 到深圳去 到哪裡去 就算中國大陸後來有了錢 他自己蓋起了他的潛水港 或者是陽山深水港 其實是前幾年才完成 就上海前幾年才完成 高雄人絕不可能像今天這麼窮 好 那我就要來談 是誰 妨害了三通 然後請所有的人回憶 在那個過程當中 對於三通的論述是什麼 那我並不想回顧過去 然後特別罵什麼人 但是讓我們知道我們曾經經過了一個 多麼痛苦的留給高雄的年代 然後又多麼愚蠢的 剝削了高雄的年代 那麼多人反三通 然後當時呢 甚至連飛機的直航都說 木馬圖成績 還有人講說 我記得是呂秀的副總統 他說這個解放軍會上了飛機 然後就會轉向總統府 事實上我們飛機飛往桃園 跟飛往台北 根本就是同一條路徑 只是繞一圈而已 那我們現在飛了直航這麼多年 有解放軍拿機關槍嗎 他打台灣也不是要這樣打 那高雄申選港到底 防漢裡什麼事情 你要反對 到底防漢裡什麼事情 所以回顧來看 所有三通不開放 最後就不讓高雄有任何的機會 那2000年的時刻 當時對於三通的呼籲 也達到一個高峰 因為那個時候 大陸跟台灣同時都要加入WTO 已經看到了那個可能的機會 只是沒想到後來發展得這麼好 那個時候有一位很優秀的女性政務官 名字叫做陸委會主委蔡英文 她是最反對三通的人 她在陸委會主委的時候最重要的特色 就是非常堅毅的 然後在立法院用這種表情 然後對付共產黨幾個男性的立委 白玫瑰 然後她的白玫瑰是她的形象 實質上她是一個隨時準備攻擊人的暴 還像一個暴一樣 就隨時準備跳起來就攻擊你 所以我看到幾個像現在改名叫蔣孝媛 當時是張孝媛提直行的條例 一整天立法院就這樣感動一整天 然後像周錫瑋或者是李慶華 每一個人一個人質詢她 一個一個都被她好像打敗就堵回去 就是她的嘴巴是嘴尖舌利 可是你平常看到她就是微笑的這樣 他們怎麼講 他們就說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一個機會 三通非常的重要高雄的這個直行 他們說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這是蔡英文的回答 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機會也是威脅 她以為我們跟人家三通就會幫助中國大陸 她不跟她三通就可以擋住中國大陸 現在回頭看我們有擋住人家嗎 我們是把所有我們本來高雄該賺的錢 送給新加坡送給香港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擋住大陸 我們擋住了自己尤其擋住了高雄 所以當時的路爾會主委 他為了因應外界的要求 他就做了一個小動作 其實我覺得那種小動作叫做baby 他就搞了一個叫小三通 學法律的人最baby的事情 就是他專門用這種方式來應付外界 這是法律人最會玩弄的伎倆 那外界要求大三通 他就說你那個三通從小松通開始 我們會逐步漸進 他一直講這樣說他沒有反對大三通 他只是要逐步漸進 然後接著張校園提一個案子 要求立法院直接立法要求直行 他說你等於是洩密我們政府的談判底線 我其實把他一一寄出來 給他背給他聽 這是路爾會主委蔡英文 那他當時當路爾會主委 其實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用非常凌厲的語言 everything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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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講說客戶者是空的 蔡英文更是空的 因為他當路爾會主委的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say no 他當總統可以everything say no嗎 他必須要do something對不對 那可是他過去的最大的政績 就是民進黨那麼愛他的原因就是 他好有本事對everything 因為你做路爾會主委 你不想跟大陸往來 你知道每件事說no就好了 可是他不像其他的人 喊台灣獨立萬歲 喊到變成一邊一國兩岸衝突 他就是用非常有技巧的方法say no 這就是他當路爾會主委 深受民進黨支持者喜愛的原因 那路爾會的主委現在變成總統 路爾會的副主委現在變成了主委 他們都升官了 那像陳明通是一個好人 但是好人未必做好事 接著最可怕的就是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更可怕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在罵陳局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是民進黨內的政治鬥爭 我認為因為我看到談話的人 我認為有人給他資料 那是民進黨黨內的政治鬥爭 我自己到高雄去高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根本沒有產業模式 他毫無產業模式 那沒有產業模式情況裡頭 空氣污染那麼嚴重 延續了過去的石化產業 烈油產業 鋼鐵產業 這些沒有了 他更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裡頭 你一個沒有產業模式的地方 他本身就是靠著一個韓國瑜的神話 人們對他的喜歡就跑去那裡 這可以撐多久 這是所有的人在了解這個議題裡頭 其實應該要深思的 所以我剛才就提出 現在兩個懺悔 第一個所有的人都獻高雄一份情 第二個高雄今天毫無產業模式 跟當年黨三通 包括宣布階級用人 那李總統現在生病 我不講他 可是跟當年黨三通的人 有絕對的關係 你們對高雄的虧欠太深了 結果現在執政的你 高雄負債三千多億 這三千多億 其實你也不能完全怪過去的市長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沒有稅收 他沒有產業模式 像他們都是學很多學經濟的 你沒有收入 你只有支出 那你做支出的情況裡頭 譬如說你做了很好的 博爾藝術特區 你做了很好的其他的這個 譬如說很好的其他的各種不同的 總圖書館各種各方面的 但魏無瑜是中央出現 所以這個三千多億不包括在 當然 我講三堆 高雄的建築物當中 市圖是高雄市政府的 高雄市政府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高雄市政府的負債 三千多億裡頭 他的博爾藝術特區做得非常好 可是沒有人來消費 因為他們根本消費不起 你當然可以要在裡頭 所以我想出一些創意 然後希望企業可以認養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 然後希望能夠增加一點增加一點 那他除非有外來的大投資 其實他的產業是很難拉回來的 然後我看到我們現在的行政委員長 蘇貞昌 他是蔡英文任命的 然後人們說這個叫復仇聯盟 那我不懂 蔡英文是用復仇的角度 還是用反正所有的人 我現在要任命的 通通都是不可能逼公我的人 因為這些人都敗選 還不像賴清德有能力逼公我 我不曉得他是哪一個 我認為他是後者 尤其是我對他過去在完全裡頭 對他的了解 他刻意認命一些 所有都不可能逼公他的人 那當他認命這些人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過 他當陸委會主委 他當上中華民國政務官的第一天 他對高雄就開始進行了 無限的虧欠 無以彌補的傷害 直到今天 那你今天高雄說我要開始恢復直航 人家陽山甚至敢蓋起來了